2024年作为Condo楼花交接大年 有很多楼花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交付中 也有不少买家不想close了 或者没有能力close 决定转楼花再卖assignment 大家有没有被朋友圈小红书各种爆炸的 赔的裤衩都不剩的卖assignment的广告刷屏呢 加拿大的各种物业类型 按照房子交付的速度可以被分成三个类别 楼花防花 assignment和现房 买家的选择不要太多哦 那么这三类房地产的产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他们在购买流程和费用上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的聊聊 该如何根据你的具体需求 选择合适的物业类型来购买 本期视频Condo和House都适用 请大家放心观看 大家好我是Norman 前面几期视频 我跟大家分析过今年Condo市场整体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2024年Condo楼花交接数量达到了新高 有很多不在Tripe统计范围内的楼花转让assignment 充斥在现在的现房销售市场中 进一步推高了Condo的库存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虽然不怎么景气 不过好消息是库存的增长基本已经到顶了 随着利率连降三次 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内 库存数量会从现在的六个月买方的库存量下降到两到三个月均衡市场的库存量 未来可期 那么在当下的市场 我应该买现房assignment还是楼花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讲讲上面几个房产类型的两大主要区别 它们的最主要区别是房子交付的速度 楼花一般指的是买下来两到五年才能交房的预售房 属于开发商卖的梦想和图纸 通常开发商买地 以及在政府这里做了大致的建筑许可审批之后 就可以开始卖楼花了 房花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一般带指独立屋半独立屋正屋的预售房 房花建筑速度快一些 一般是一到两年 现房也可以叫二手房 指的是已经建好的房子 随时可以交易 可以理解为一到两个月能入住的房子 马路上我们看到的各种建好的插着牌子在卖的房子 都可以算是现房 assignment指的是楼花房花交接钱 原始买家把自己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 以一个具体的价格买一套马上建好的房子的权利 卖给新的买家 很像股票里的期货 既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责任 到期了 新买家必须按合同价格交接房子 入住的时间比现房略长 可以理解为通常是两到六个月能入住 所以从交付速度上讲 楼花算是一类 比较慢 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计算可以交房的时间 assignment和现房都可以近似的理解为 买了就可以住进去的房子 第二个主要区别是交接费用的区别 买任何房子 大家都需要付房价本身 这部分可以全款也可以首付加贷款 除了房价之外 你还需要考虑的费用有哪些呢 所有房子 现房 楼花 assignment 都有的费用 两周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第一项费用 土地转让税 200万以内的房子 是up to房价的2%到4%的土地转让税不得 安省大部分区域是up to2% 多伦多市内的房子额外多2% 也就是最多 一共4% 绝大部分房地产交易 按照这个比例来估算土地转让税就够了 200万以上的房子 安省收税最多涨到了2.5% 多伦多市内2000万以上的房子 最多在2.5的基础之上 还要额外交7.5% 所以在多伦多内买房子 理论上讲 最高要交10%的土地转让税 当然这也是只适用于豪宅2000万以上的房子 第二项费用 政府律师产权保险费用 一般来说 从2000到5000不得 要看房子的大小 楼花和assignment 除了上面所有房子都需要付的费用之外 还有几项专门的额外费用 第一项费用 development charge 就是政府收的一次性的提供水电器 科教文位配套设施的费用 一般在1-2万封顶 第二项费用 occupancy fee 这是开发商建好了房子 可以入住 但是产权还没有过户的时候 需要交的费用 一般每个月给开发商交的钱 和租金差不多 如果你把房子租掉 那么occupancy fee可以基本理解为没有 如果自住 可以理解为又交了几个月的租金 第三项费用 24000的HST rebate 只要你不控制就可以拿到 楼花和楼花转让的价格 是包含了24000的HST rebate 如果你是资助 这个钱就不需要交 如果你是投资 需要先交24000 然后租掉了之后退回来 只要不控制 这项费用就不是真正的cost 但是可能会占用 部分现金流 一到三个月 从费用上分类 现房是一类 只有基础费用 土地转让税 加律师政府产权保险费用 楼花和assignment是一类 他们要额外交政府给新房 配套基础设施的一次性费用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楼花和assignment的标价 再加2万 约等于现房的原价 来比较相对应的价格 下面来说说 每一种房子适合什么情况 什么样的人来买 以及目前这几种物业类型 对应的市场行情 第一 现房 适合绝大部分人买 买现房的要求 是有PR或者加拿大公民身份 并且有20%或者35%的首付 加交接费用 首付到位的人群 工签虽然也能买现房 不过在安省要多交 房价25%的外国买家税 拿到PR可以退 除非大家首付非常充足 不然不推荐送给安省政府 一笔免费的无息贷款 现房一般来说交易比较规范 坑比较少 尤其是realtor.ca上 能看到的官方房源 不容易踩合同和规则的雷 也因为现房交易时间短 不用等就可以立刻入住 对于买自住房的朋友来说 尤其是来加拿大买第一套自住房的朋友 可以说现房是不二选择 资金到位的情况下 直接买一套能住10年以上的自住房 是很不错的选择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有能力尽量直接买house 目前市场中 在卖的现房库存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对买家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到物美价格的房子 大家要珍惜剩余的超级买房市场 大约还有6个月的时间 投资人适不适合买现房 也是很适合的 目前现房跟楼花比 是有比较明显的价格优势 现房价格随市场变动 是更加明显的 所以利息涨了 价格会快速反映在市场交易中 现在的价格比22年的高点 是跌了一截的 尤其是house 部分区域 比如比较远的区域 以及部分房型 比如特别贵的房型 很多跌了30%以上 condo的现房市场 当趟现房差不多均价 在950到1150左右一尺 跟二年比也有小幅下跌 而楼花基本上没有跌 普遍还卖在1500块钱 加一尺 这样现房和楼花的价差 就比较明显了 本频道的slogan之一 哪里楼花贵 去哪里买新的现房 依然长期适用 这边要再次强调一下 买现房投资 一定要买2018年11月15日以后 建成的房子 这些房子是没有租金管制的 房东管理成本 以及轻租客的成本 都会大大降低 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 现房投资 买condo会好过买house 因为房地产投资准则中的 第一个准则 就是买得起 拿得住 想要拿得住 就要现金流扛打 不要给工作和生活 添加太多的负现金流的负担 这一点上 condo远胜于house 这个计算过程 上一期视频刚刚讲过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回去看一下 第二个物业类型 楼花 什么人适合买楼花呢 答案是 部分投资人 和较少情况下的 自住房买家 现阶段楼花项目 整体确实是偏贵的 现房如果打分 平均80分的话 楼花大概平均是50分 也就是平均不及格 这是因为 现房是由市场供需定价 而楼花是由成本定价 疫情以来 三年多的时间里 人力材料成本上升巨大 政府也由于自己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的上升 给开发商加了很多建筑许可费用 再加上利息成本一直还是比较高 导致建新房的成本完全下不来 跟疫情前比 差不多涨了50%以上 我前面这期视频也计算过 目前当趟建新的condo 成本基本上在1500块钱一尺 才能建得出来 现房房东遇到经济危机 可能会选择赔钱来卖房子 而开发商的日子再不好过 也不可能赔钱开新的楼盘来卖楼花的 开发商会选择罢工 缩减团队人员不开新的项目 然后咬着牙把已经开盘的项目建完 这样是成本最低的过动方式 我们看到19-21年卖掉了很多楼花 导致2024年楼花大丰收的行情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26年之后就很难再出现了 这是因为22年之后开盘和卖掉的楼花数量有断崖式的下降 没有卖掉楼花就没有新房开建和建成 没有播种就没有丰收 长期来看 condo楼花理论上讲 买在1500块钱以内一尺都是可以赚钱的 只是不太好找 现房买在1300块钱一尺以内 也就是楼花价格1500一尺减掉10-15%的折旧 也是一定可以赚到钱的 这需要一个过程 等开发商持续罢工并且倒掉一批 当然我们选deo的时候还是要看最好的 而不是选仅比1500或者1300低一点的买 低的越多套率空间越大 对于投资人来说 如果你首付充足 应该优先买现房 毕竟平均价格确实是更好的 如果你是工签 买现房需要交外国买家税就太亏了 或者你的首付确定会在未来几年收到 但是现阶段还没有收权 首付暂时不到位 那么是可以考虑买楼花的 楼花一般首付只需要一到两年 付10-20%就够了 只有在交房还没有拿到PR的时候 才需要在交房的时候补交外国买家税 对工签持有者来说 资金占用量比买现房要大幅度减少 另一个买楼花的好处 是让开发商替我们扛 未来剩余两年比较高的利息 对于很多现房来说 虽然整体价格更好 但是现金流依然需要等到25年底 利息降到一定程度才能打平或者翻证 对于负现金流支付能力有限的朋友 楼花也是不错的选择 目前市场上投资明显性价比 跑赢其他的楼花项目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 我的频道也讲了无数次了 Dang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是符合我挑选楼花的三大主要原则 价格便宜 开发商硬 首付比例低 价格便宜 Dangels on Parliament 持均价只有1200多 最便宜的Studio 46万余 两室80万骑 送车位 约合1100块钱一池 开发商硬 我挑开发商硬的要求是Livable注册项目在30个以上 Dangels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开发商 历史悠久 产品质量靠谱 Livable注册项目有76个 我自己 我妹妹 多位员工和无数的客户 也都是Dangels的买家 包括多位T字头 大型开发商的员工 其实也买了Dang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 首付比例低 这个项目首付只要10% 最便宜的Unit 250天内只需要付4.6万余 就可以买下来 首付还会收到类似于Saving Account 略低于GIC的利息收益 有需要欢迎这边联系我 对于自住房来说 第一套自住房尽量不要买楼花 等太久没地方住 确实不太方便 对于有自住房需要换房的朋友 如果有特别明确的需求 是可以买楼花的 在快交房的时候 把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卖掉 搬到新房去居住 这个过程整体不是特别好操作 所以除非大家特别喜欢一个项目 或者位置 不然还是推荐直接买现房 Dunsizing的人群 买楼花替换自住房 其实是买楼花自住人群里最合适的群体了 买House不推荐任何人买房花 根据现有的安生法律 Condo楼花的定金是比较安全的 存在第三方律师手里 开发商动不了 项目黄摊了 最多是增值没了 首付基本没有风险 House房花的定金 不是存在第三方律师手里的 开发商卖掉了房花 定金可以理解为 立刻就进了开发商自己的账户 他们能用这笔钱来租办公室发工资 买下一个项目的地皮等等 这就导致House房花的开发商 钱来的太简单 容易操作过度激进 把自己玩崩了的概率是更大的 在我看来 这个属于法律规则不健全的表现 买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承担风头的风险 最后赚GIC的收益 大家如果一定想买个House房花自住 住个全新的房子 等交接附近买House的Summit 可能是更合适的 最后来说说Summit Summit适用于房产经验较多的 自住房买家和部分投资人 刚才也提到了 想买个新房自住 尤其是House的新房 与其博概率期待开发商 不浪不跑路 不如在开发商已经把房子 基本建好的时候买Summit 这个时候风险就小多了 所以自住房买Summit 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还能买到全新的房子 对有新房情节的人来说 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投资人来说 现在市场里 确实有很多Summit在卖 各种割肉的广告也不少 Summit售价也是分几个级别的 楼花转让 Summit在卖的时候想要保本 由于销售的经济费 律师费 开发商收到的Summit费等成本 一般来说 需要卖在原价加5%左右的价格上 卖更多的部分算是利润 比如一套楼花 原价60万买 卖在63万差不多可以打平 假设首付20% 卖到70万 差不多可以按首付比例算 盈利50% 16到18年卖掉的楼花 21年交房的时候 很多楼花Assummit 盈利可以达到首付的100%到200% 如果按原价卖出 其实卖家已经损失了房价的5%左右了 所以按原价卖Assummit 算是市场里面的第一道心理房线 如果降价10%到20卖 等于原始卖家亏掉了所有首付 这算是Assummit市场里面的第二道心理房线 现在Assummit的问题是 有一些楼花 罗永房实在是当时买的太贵了 原始买家可能亏完首付 还要再贴钱才能卖掉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真的能再贴钱卖了 这不是一个商业问题 这是心理问题 所以无论原始买家亏多少钱 都不代表新的买家能挣到钱 真正有利可图的Assummit购买 其实是原始买家挣到了钱 但是不想交接这批楼花 愿意割让一部分利润拿出来卖的房子 这样的房子数量不多 简陋并不容易 今天的高利息导致很多人无法交房 变相增大了2024年的Assummit市场 大部分人能贷到款的时候 其实会选择交接房子长期持有 所以往年Assummit市场没有今年这么大 房源也没有今年这么多 简陋并不特别容易 还是需要碰运气的 想投资 大家还是要优先看现房 数量更多 选择也更多 执着于想买新房资助的朋友 盯着Assummit的市场 稍微提高一点出价 相信可以买到满意的新房来资助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这期视频对考虑入居房地产市场 或者正在积极找房的你有所帮助 点关注不迷路 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就够了 好